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上次讲到有十几个好像军汉打扮的人 就冲进来准备要打明珠他们 他在旁边的白依公就放得他死了 震腾腾地走过来劝交 而那姑娘就怕他们两个吃虧 于是马上劝他们两个说 客官啊,不要和他们杀气了,你们快点走吧 这阵时明珠又生气得火热热 刚想发作,就马上忍住一口气 他跟着说,好,你好,你人多,我打不过你 好,我们走,我们走 讲完就想开步走 那条大汉一伸的手拦着他们两个 想走啊,怎么了,害怕啊 你刚才不是想打架的 打嘛,又应该不打啊 五次又用双眼挖着他 跟着说,难道我们走都不行吗 他一边说一边拨开大汉的那只手 谁知那条大汉真是好力啊 五次又坐死也降不动他 哈哈,你们有钱卖兽,难道就没钱卖气吗 你既然激怒了我二爷 那就没那么容易走的了 不如这样吧,你拜回走 等老爷就落一口气 这样就可以了 怎么样啊,想清楚了没有啊 明珠就即时换了面 他笑着说 这位二爷,我们刚刚只是带了五两银出来的 刚才已经打上去了 现在身上没有钱 等我们回去拿钱过来 和老爷信一口气 嗯,那还算你会做 你回去拿钱 你,你啊 他指了指,五次又 他就留下 在这陪我们喝酒 你拉回去拿钱吧 不用很多而已 二十两就够了 快点去吧,还望什么 明珠,哎,这么长叹一声 显得无可奈何 暗中又跟五次又洗过眼色 然后一搏衣服就走了 走出十字街口 担高头望着天 已经好夜了 条街是黑妈妈 静莺莺 一个人都没有 哎呀 明珠有点惊 他打着冷震 当堂啊,鸡皮都起了 他缩下缩下 向北面转了个弯 哎,那些前面一辣火把 一直涌过来 走近一看 哦,原来黄参将 就带着十几个教卫 打着火把过来 咦,那为什么黄参将 他们会打着火把过来的呢 原来是这样的 先他们本来已经睡了了 听到明珠和五次又说 去庙外边散步而已 那谁知呢 到半夜都还没见他们两个回来 那黄参将就急了 连郎就点了十几个教卫 进来镇这里找了 哈哈 谁知就见到明珠缩下缩下的走回来 那黄参将就问明珠说 中宪大人 吴先生呢 哎呀 这只自己人来了 明珠当堂精神翻 他说 哎,正话就撞了那帮贼 你们趕快和我去茶馆那树 把那帮这样的人全部捉起来 拉回来这树 等我发落 说完之后 转转头就带着两个徐虫 向着北边急走 茶馆这一头呢 五次有就知道明珠确实是回去斑马的了 所以鬼那么定地坐在那树 瞧他对脚 支支柔柔在那树喝茶 时不时呢 用对眼去瞅一瞅旁边的五条大汉 而那白爷公呢 哈哈 和那姑娘仔缩在桌底的树 嘀嘀地震 事人等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而那店老板和那个伙计呢 哈哈 就站在旁边想劝又不敢 笑口实实地帮五条大汉冲茶 冲了一阵之后 那店老板就说了 啊 少爺,你拿些瓜子過來,給他們剝下吧 該叫二爺的漢子大聲地喊他 拿什麼?剝什麼瓜子? 等人叫他們出錢在德勝樓開桌 老爺在這裡喝酒聽話 剝什麼剝?回來 嚇得店小爺當堂走回頭站在樹上動都不敢動 就在他大漢咪咪媽媽在罵人的時候 聽見到門叮叭地被人踢開 黃參將已經帶著教委衝進來 只見他生聲地拔出把劍大聲地喊 將他們通通綁起來 那幫教委一聽,咻地散開 兩個就按一個,好像按什麼一樣 後來在旁邊看到那些教委 連賣唱的兩父女都要綁 於是就說,你們不要魯莽 不關他們幾個事的 他指著賣唱的父女以及老闆和店小爺 這時候,那個大漢已經被教委 好像扎粽一樣扎實 不過還在咻咻媽媽地罵 你們什麼人啊?你夠膽幫我? 插插插,你等一會就知道死 啪這樣一聲 那個教委見他咻咻媽媽 生氣起來,一掌就打到他的面書 大聲哭他說 吵什麼吵? 那個人還在叫 你是什麼人啊?你是什麼人啊? 捉我?你想死你?你想死你? 一邊喊就一邊掙扎 黃參將就不管他怎樣跳 怎樣叫也好 慢慢地把劍插回到劍橋那樹 打邪雙眼就看著他說 哼哼,我是什麼人 都需要跟你點的畜生說的 將他拉出去 對了,什麼不見明珠的? 我們先前不是說他帶了兩個徐從 向著北邊急急走的 去到哪兒啊? 原來他回到廟那邊 這時候,他站在關帝廟門口那個部級的樹 哈哈,看看明珠的這身打扮 穿了一件紅色的短打 條邊就盤了一條頸的樹 手裡頭拿著一把闊面大刀 走上走下啊,走前走後 嘿嘿,看樣子 真是有些山大王的派頭的 幾個教尉都是便衣打扮 拿著幾枝火把就站住 五次又看,哎呀,幾乎笑出聲 這時候,黃參將押著一群人回來 明珠拿著一把刀 走到正話那條大漢的面前 拿個刀尖在一條大漢的鼻歌尖的樹 瞭瞭瞭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什麼話說啊 哈哈 啊,你剛才不是說什麼 俗了兩句水語的 講完之後 用刀尖在一條大漢的鼻歌尖的樹 嚇到一條大漢當堂打個振 然後明珠就手指咚咚地罵他 你叫什麼名啊 夠膽在樹哈哈巴巴 哎呀,這條大漢一看 見到他們的人裡頭有軍官 哎呀,又見到這樣的陣勢 當堂心都涼了,聲音都震了 大王,不要生氣,不要生氣 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啊,我…我…我叫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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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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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極…極貌…田產 如果要什麼…盤村 那…我…放了這位兄弟回去 叫他回去拿…拿給老…老…老爺你 好…好…好漢…好漢… 好啊,他走上前去 用刀尖割開了一個屍膊身上的那條繩 然後對他說 去啦,你回去拿吧 這樣吧,你不要搞鬼搞馬 如果你搞鬼那麼搞呢 你看看他的樣子 說完,笑眉眉走到另一個捉回來的漢子的前邊 看著啊,手起刀落 那個漢子的兩隻耳朵… 嘟嘟,就掉落地了 那個大漢…哎呀…叫了一聲,當堂暈了 嘿嘿,見到沒有? 見到了嗎? 你馬上回去,拿三千兩銀過來 嘟嘟,是五次又站在旁邊 見到明珠落手這麼狠 他當堂打了個冷震 而最惡的那個大漢呢 見到這樣的樣子 哎呀… 當然是撞到打腳骨的賊佬 這次實死沒生就行了 於是,跟那個師伯打了個眼色 跟著大聲地說 哎呀… 快點回去 嘩… 告訴老爺聽 有個朋友要三千兩銀 叫他快點拿來 如果不夠呢 去找大哥借幾千兩呢 你聽見沒有? 那個人嘩… 這樣拍了一聲 那雙腳好像抹到油 走到飛那麼快 明珠見哥這樣的東西走了 跟著對這條大漢說 嘿嘿嘿… 你以為我們做賊嗎? 啊… 跟著又轉頭對五次又說 嘿嘿嘿… 你看,他以為我們是做賊的 說完,又再轉頭對這個馮應龍說 嘿嘿… 我不是賊來的 我是個官來的 你知道嗎? 講完就叫人 把宿政迴避的牌 全部都搬出來 這陣子雖然三更半夜 但看東西的人很多 把那間爛廟圍到全都陷了 明珠見那麼多人在那裡看東西 於是大聲地說 我已經查清楚了 這個馮應龍 是烏龍鎮的惡霸 你們先回去睡覺 明天早上 我就在這裡放牌告狀 到時你們有冤的掃冤 有苦的掃苦 那些老百姓一聽 噢,這個原來是官來的 接著你看我,我看你 自知沉沉 突然間 全部鬼樹大聲地說 這位馮老爺不是壞人 你放了他 講完就猛地叩頭 哈哈 這樣令明珠的這群人 個個都污水 這陣時 這個馮應龍 當堂換了臉 擔過頭很得戚 明珠見到這樣 於是冷笑一聲說 哈哈 好一個老爺 什麼原來你是個官來的 你是什麼功名啊 馮應龍就把眼睛翻 跟著說 哼,我是鄭州首遇所千種 怎麼樣 哈哈,原來是千種大人 你為什麼不在鄭州 又來到這裡幹什麼啊 哼,我請假回來養病 怎麼樣,不行啊 哦,原來你養病 請問你有什麼病啊 還有 你做官還要搶人五兩銀呢 什麼搶啊 他家裡拿了我十貿地 我現在拿回去五兩銀 有什麼出奇啊 明珠先前還在想 這個首遇所千種是重品 怎麼整他呢 剛剛聽到這個馮應龍就說 他自己有個福田是庚明田 哼,你這次死了 什麼叫庚明田呢各位 庚明田呢 就是清初的時候 就把明朝忠實以靠凡黃所為田地歸民戶所有 並且偏入周圓納粹 這些田就叫庚明田了 於是明珠就大聲地喊他說 是,庚明田是前名的遺地 全部歸了朝廷 賣田的錢就應該歸回朝廷才是 你膽敢善入私隆 你哪個時候當差的 奉英龍挖著明珠他大聲地說 我前幾年當差的 你又是什麼官啊 哈哈哈哈 你不用急著問我做什麼的 不用心急不用心急 等一會告訴你 說完,接著就問這兩父女 這位老伯 你們跟他買的那幅田 是什麼時候買又什麼時候耕的呢 這個伯爺公縮下縮下 他不夠膽回答 而那個姑娘仔 一早已經看出明珠是有點來頭的了 他連王跪下說 在順治十年的時候 我們屠方圖的這樹 種了十五樓田 原來是錢王福王爺的田 這個壞人呢 前年就似著他大哥 做了個千種 硬說這些田要收回五百兩銀 你都知道 朝廷的錢糧我們都搞不定 怎麼拿得出這五百兩銀給他才行 交不出利錢 他們就要拉我哥做迎兵 我父親就出來勸 誰知道我父親的眼都被他打盲了 講到這話 這個姑娘已經哭到不懂得說話了 明珠兄弟 這個人實在是個文賊 不能夠放過他的 五次又小聲對明珠說 明珠點了點頭 他又問 姑娘 有什麼事你儘管說 你不用怕的 這個姑娘一邊抹眼淚一邊說 還用什麼我說 他用雙手就指著地上 瀑在樹的老百姓 他們就是見證人 叫他們說說 以前遠慶永的何大人 是怎麼死的 瀑在地的那幫人 依然不敢出聲 這個姑娘繼續說 既然他們都怕他 那我說 於是這個姑娘一邊哭一邊說 事恩這個姑娘都哭得這麼淒涼 她說 倒不如我這個港股就替她說 這個姑娘說 何老爺在康熙六年的時候 就來鄭州做資源 當時出告示說 叫那些老百姓 還交那個更名地的錢 那告示一出 當地的老百姓就很開心了 事恩等了這麼多年 才等了一個好官 誰知道這個馮應龍 和做鄭州知府的大哥 馮葵龍兩個溝通好 就在烏龍鎮擺宴請客 這個資源 當晚就暴寫在路上邊 最後 連那副棺材 運回鄉下的錢都沒有 後來還是幾戶窮人家 夾了錢 靜靜地就交給她的兒子 那副棺木才得意運回鄉下 好了 那這個姑娘就一邊哭就一邊說 誰知那幫人依然就不出聲 這個姑娘就大聲地罵他們說 你們押了嗎 你們是不是人來的 明珠一聽心想 罵得好 但再一想 如果自己再不明示身份的話 這件案就沒得審了 於是吩咐說 那天這麼冷 快點拿出那件 皇上賜給我的皇馬拐出來 哇 這句說話在抗野裡頭顯得極其清亮 當堂嚇到馮應龍打了個冷震 在場跪在樹的老百姓 每個都定了眼 抹大嘴 好快去 古惡齊明 只見明珠上著皇馬拐 下路江海袍 頭戴紅頂翠嶺帽 跟著呢 那群徐蟲在廟裡頭就抬了兩塊大石枕出來 蹦地坐在地上 然後就抹乾淨 就請五次友和明珠坐上去 哇 半夜三更古惡齊明 鎮裡頭的老百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個個都起來就出門口看看 喂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好像說什麼關帝廟那邊要審人啊 有什麼事呢 他那邊告了我 是嗎 是嗎 你去不去看 去 現在我就去了 喂 喂 是不是說捉了個什麼 什麼馮應龍 是啊 聽說 聽說要殺他 啊 那好啊 等我了 等我了 快點 你 行了 我進去穿一隻鞋子 那麼很多老百姓都起了身 走去關帝廟那邊看東西了 嘩 只見關帝廟那邊 那些火把將整個天都照到光了 四周圍人頭湧湧 無論是鎮內鎮外的 還是窮鄉辟養的 多少人都陸陸續續地湧過來 話說 窮鄉辟養的老百姓 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趴頭 那麽 那麽他們見到呢 圍在最前面那些人 一起叩頭 一起喊 稱天大老爺啊 這一聲喊 聽到明珠的心 亂粒粒 他慢慢地走到步級 拱了拱手 他說 各位鄉親父老 你們快點起來 接著又轉著臉 對馮應龍說 你不是想問我什麼身份嗎 現在告訴你 本獻乃是當今天子 架前一等是位 左刀與視 明珠就是我 這一次 我是奉聖上陰差去西路公幹 今晚經過這裏 聽很多人說 你在這裏作惡多端 今晚 我就要為民除了你這大海 幾句說話 下面的老百姓是一陣歡呼 皇上萬歲 萬萬歲 馮應龍臉如死灰 雙腳一軟 整個躺在地上 動都不懂得動 明珠越發精神 他指著馮應龍說 我殺了你 就好像剃了隻狗一樣 接著又是對老百姓說 你們有什麼冤情 儘管告他 本獻為你們作主 那些老百姓 個個都灼躍鼓躁 紛紛向前 數逢應龍的罪惡 嘩 只是為了食庚明田的妹心錢 曾經逼死過三二十條的人命 都更加不用說什麼搶佔文女 善老藍丁 圈地霸產的劣跡 一直搞到天光大白 才把主要的罪行 搞個水落石出 查清楚了 明珠就大聲地喊 請天指劍 明珠就一聲高叫 五次又連亡 起身回避了 只見兩個教位 就一頭一個 抬了個木架出來 只見上面 端端正正地放著 金龍盤照牙肉傷病的寶劍 善不善 把寶劍放在街前供奉 供奉完 明珠就不慌不亡 護低身 行了三季久寇的大禮 然後站起來 對逢應龍說 只是這二三十條人命 你就死有餘辜了 接著凌轉身 吩咐教位 我逢聖令 待天巡行 今天 要在這樹 清除問策 你們兩個 好好地服侍他 好了各位 到底殺不殺到逢應龍呢 欲知後事如何 就請聽下回分解